王力宏、李靖蕾去年底爆出离婚后 一连串内幕风波震撼演艺圈 不知不觉已经进入第二季的雷虹之斗 今天又有大陆网友爆料 指纽约法院已经可以查到 这对院偶的诉讼进度 根据内容显示 王力宏对李靖蕾以不执行法庭法令为由 请求法院对他进行裁决 网友指出 假如判决确定李靖蕾很有可能被判 6个月的刑期或罚款 稍早李靖蕾也大动作发出5点声明反击 完整全无违和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字幕志愿者 杜蕾 杜蕾以不执行法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